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故事从20世纪40年代两个台湾年轻人的邂逅开始 年轻俊朗的青年陈秋水应做家庭教师而来到王家 并与王家千金王碧云一见钟情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私定终身 但适逢台湾局势动荡作为热血青年的陈秋水位 躲避迫害从台湾辗转来到大陆 自此两个相爱的恋人被无情的现实分隔两岸 唯有坚守着等待彼此的誓言相互思念对方 与台湾失去联络的陈秋水 为思念母亲徐凤娘与恋人王碧云而将名字 改为徐秋云作为军医的她奔赴朝鲜战场 保经战争与炮火的洗礼 一边怀着保卫家国的热血豪情 一边默默思念海岸对面的亲人 此时她结识了单纯可爱的战地护士王碧云 就像她与碧云一样 这个小护士第一眼就爱上了陈秋水 开始了对她执着的追求 在战争结束后一直追随以 原藏的她到了西藏当地的医院 并将名字改为王碧云陪伴她 由于海峡两岸的分隔又几度寻找王碧云无果 在这种绝望中 王碧云的真情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陈秋水 陈秋水最终与她结婚了 此时身在台湾的王碧云则已儿媳的 身份主动担负起照顾陈秋水母亲的重任 并从此开始了漫长而无望的等待 她发誓要用一生来寻觅爱人的踪迹 直到68年她终于得知了陈秋水的消息 陈秋水和妻子双双遜难西藏雪山 近60年过去了一生未嫁的王碧云已两兵斑白 但那段纯真美好的爱情仍然深藏在她的心里 此时她的侄女小瑞却在西藏发现了陈秋水的踪影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将搞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目